中国是封建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 所以那些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遭到很多人的抨击 而这些思想最早起源于商周时期 不过要说历来备受争议的男尊女卑思想 则要起源于一个人 那就是史上的一位才女班昭 那么很多人就很奇怪了 怎么起源于他呢 且听沐昕慢慢道来 班昭于公元45年出生于陕西咸阳东北 出自书香门第 家中共有三个孩子 班昭排行老三 他的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 也是专门研究历史方面的人才 而他的两个哥哥 一个世袭了父亲的遗志 一个则是厮杀在战场之中所向披靡 其中哥哥班昭则是一个战场上的将军 值得一提的是 班昭原本也是一个学者 不过不想为朝廷摘抄史料 所以气文从武 而他的弟弟班昭则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 才气四溢 后面到了官府之中给朝廷办公 不过到了班昭这边 身世就比较凄惨了 班昭自14岁那年就嫁给了曹世叔 没过多久啊曹世叔便应年早逝了 自此班昭便手起了挂 双耳不闻窗外事 以心钻研到史学之中 别人看到班昭啊 都是十分温文尔雅的一个女子 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啊 十分呵护当时的礼仪 丝毫没有给曹家丢脸 当时这班昭的哥哥班昭在朝廷工作 不过啊班昭是个念旧的人 十分想回到家里面 班昭知道后 连忙书信一封 递给了当时的汉和弟 汉和弟看后十分动容啊 为此就让班昭直接回到了家中 算是圆了班昭的一个心愿 不过也是鉴于此啊 汉和弟十分欣赏班昭的文学才能 在哥哥班昭逝世后 让班昭前去注写班昭还没有完成的汉书 不过也是由此 班昭却背负了长达两千年的骂名 在班昭帮助班昭修订未完成的汉书之时 班昭就已经进入晚年了 史书上记载到 这个时候班昭就想到了家里面的女性 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不要嫁过去之后 然后因为基本的礼仪让天下人所指向 那么怎么样能够得到尊重呢 在班昭修书这十年时光之中啊 首先便是整理汉书 其次便是完成八表 最后传播汉书 担心女性不懂礼仪的班昭 在汉书中加上了女戒七章 以此来激励当时的女性 女戒分有七大章 分别是 悲若 夫妇 敬顺 妇刑 专心 取从和书妹 大体来说就是这部女戒 偿导当时的女性 一定要在家里面遵守妇导 首先就是要承认自己身为女性 在社会之中是非常卑微的存在 绝不能够以下范上冲撞丈夫 夫畅妇随是最根本的素质 晚上必须等到丈夫入梦之后 自己才能睡 起床要先为丈夫做好早餐 丈夫的地位比自己的父母 甚至比天还大 不能够因为任何事情忤逆丈夫 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丈夫 而在其中则是列出了四条准则 第一不能够打扮的光鲜亮丽 第二什么事情都要有规矩 不能胡来 第三不能嘻嘻打闹 有失体态 第四被修之后不可以再嫁给别人 视为真操 对于公婆也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生父母来看待 需要无条件的服从 在亲戚面前受气是正常的 不能够回嘴 一定要保持和谐共处的状态 才是作为女性最根本的教养 她的这种观念 被推举为中国古代妇女的行为准则 成为女四叔之一 而这种思想的不断传播和提倡 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 所以到了今天啊 班昭的女性观受到了不少的批判 这本书呀被很多人觉得是本烂书 可能是因为这本书中 过于把女性压迫的喘不过来气了 很多人都觉得班昭实属是无理取闹 为此关于班昭的名声 也逐渐变得好坏参半 逐渐走向了没落 最后啊 穆昕想对班昭说一句 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呢 好了 今天的穆昕J咱们就聊到这儿 记得关注穆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